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今天教大家在家里能做出兰州拉面 拉面70%靠揉面 30%靠拉 所以揉面非常的重要 这么敲一下可以让面粉更稳固一些 在中间的坑里撒上盐 导入60%左右的水 把面粉依次调入中间的水坑里 然后要把它兜底翻 把底上的一起翻起来这样搓成缩状 剩下的大部分水在第二次加入 要均匀地撒上去不能直接倒 注意这边的手法 要把面粉往上叠再轻轻压下去 然后再把面团蹬开 这样做是为了让面粉和水均匀地混合 再把面团重新聚容 按压 蹬开 重复四次左右 然后继续加入剩余的水 就这个用力的方向要从上面往下垂直下去 继续重复按压蹬面的步骤 重复三次左右 直到面团上没有多余的水分黏着手 这样用面团擦可以把案板做干净 调制盆灰水 盆灰是做拉面的关键 要用手指这样慢慢地加入盆灰 它是一种碱性物质 可以让面有嚼劲并且有韧性 继续这样按面灯面四次左右 可以把盆灰水充分地揉进面团里 然后聚容成一个面团 这时候还是有一点点粗糙的 没有关系上面讲油 洗面 抹上油 洗面15-30分钟 好 现在开始讲第二次的盆灰水 接着要注意面筋的方向 注意看这条红色的线 不要把面筋方向给打乱了 翻一个面按压 然后再翻回来 这样两面都有盆灰水 折起来以后向右转 继续揣面把它按压开 再对折一次向右转 再继续揣面 直到盆灰水全部被吸收 就可以开始揉面了 它的面筋还是这个方向 从最上面开始揉 揉成一成条 好 每次隔开这一个手转的距离 双手揉面 揉成这种蒜盘子的形状 顺着这个方向折叠过去 面筋方向就不会被改变 这时候可以试一下 这个盆灰水够不够 就拉开 还要再加 加第三次盆灰水 把面团拆开 和之前一样的操作步骤 记得每次折叠好都向同一个方向旋转 这样面筋方向就不会被打乱 揉完的面呢 我们可以直接拿起来 先对折一下 因为有点软 然后直接可以溜面了 这样 溜面就是折出一个像麻花辫一样的形状来 有助于理顺面筋 我们最后呢 拉一把 转一下 拉到两边都是同样粗细就可以了 桌上抹点油防腌 切去两头不规则的地方 再平均分成三段 然后沾一点点的面粉薄薄的 第一步一定要揉的粗细均匀哦 我们下期见 面条下沸水 看到面条浮起来就熟了 再来做一个汤底 说好的牛肉汤底呢 谁说兰州拉面要标配牛肉汤呢 我们来做一个红便全网的 番茄肥牛方便面汤底 在家不出门 手边材料不足的时候尤其适合哦 你看不需要华丽的材料 只靠技术 也可以把一碗方便面 做成你吃不起的样子 然而 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 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 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